中俄不会结盟的三个原因 俄罗斯观点报6月7日文章原题中国因三个原因 拒绝与俄罗斯结盟的想法 目前的俄中两国被美国称为世界上最大 为正式宣布的联盟 为正式宣布一词是关键 因为中国在方针政策上不与他国 特别是具有影响力的国家建立军事政治联盟 中国采取这项政策的依据是什么呢 俄中结盟俄中联盟是一些西方媒体和专家对俄中关系的看法 他们还乐于谈论俄中联盟的未来及基础 并称这是一个由于美国的行为而建立被冒犯者的联盟 一些俄罗斯媒体也这样说 还有俄媒援引来自中国的消息来证实这一观点 实际上中国官方奉行的是不参加军事政治联盟的方针政策 中国不与他国建立军事政治联盟与俄罗斯也不例外 中国实施这一政策的原因有几个 首先是历史经验 在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 中国一直在东亚占主导地位 甚至将自己视为世界的中心 古代历史上的中国认为 不可能与他国结成地位平等的某种联盟 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一个例外 俄高等经济大学欧洲和国际研究中心副主任 德米特里·苏斯洛夫说 1950年中国与苏联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苏联和中国成为正式和真正的军事盟友 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两国关系发生了破裂 60年代末甚至发生了边境冲突 在70年代至80年代初 两国关系一直是公开抵对的 因此中国对这样的联盟感到失望 中国认为两国关系破裂的罪魁祸首是苏联 苏联对中国同志一直持傲视立场 第二个原因是地缘政治现实 苏斯洛夫说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 联盟条约会限制自己的外交政策灵活性 使中国受到其不愿意承担的义务的约束 或卷入其不想介入的冲突 东亚是中国所处的地理方位和主要关注地区 中国的大部分资源都用于解决那里的问题 当然中国人也在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积极开展活动 中国主要是在经济和外交层面进入那些地区 这意味着中国不希望与那里的任何国家关系恶化 例如假如中国与沙特的对手伊朗结成联盟 或大幅提升与埃及的关系 可能会损害其在爱塞俄比亚或土耳其的利益 而中国与俄罗斯建立正式联盟 将导致中美关系恶化 并迫使中国参与保卫俄罗斯的领土 第三个原因是中国认为结盟是霸权主义的做法 苏斯洛夫说美国有一个具有霸权性质的联盟体系 而中国始终强调不谋求霸权 在南南关系中 中国把自己定位为一个不谋求霸权 不结盟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拒绝采取消极对抗 不符合当前多边主义趋势的集团形式 中国人非常了解历史 并明白正是这种集团对立引发了世界大战 中国清楚由于中国外交政策的特殊性 以及与邻国存在的问题 美国将采取集团方式来遏制中国 同时中国也意识到 由于自身软实力尚存在不足 无法组建一个像美国那样的强大意识形态融合的集团 因此中国反对结盟对自己更为有利 俄罗斯完全赞同中国的这种做法 俄罗斯也主张采取不结盟的方法 主张建立多极世界 俄中两国都对建立紧密的军事政治联盟不感兴趣 否则俄罗斯也必须承担义务 参与到中国与其他国家存在的领土争端中 这就是俄中两国间没有建立联盟的原因 但两国有着互利和密切的关系 双方在共同利益领域进行有选择性的合作 俄中两国在这些领域的合作 都是美国对俄中两国过度施压所致 如果美国人想把俄州目前的这种关系 成为世界上最大为正式宣布的联盟 那就让他们说去吧